文乡时女人看鞋时男人 不同的男人喜欢用不同的鞋来彰显自己的品位与身份 在洪水围城的浙江渔谣三七市镇 有这样一位爱鞋如命的fashion官老爷 视察栽情时不懈滔滔洪水坚持不穿雨鞋 董事的下属担心领导的美鞋被弄之 二话不说 果断背着领导汤水 真可革命通常 知情已尽见 悲观过水 倾国倾城 虽说分辨一个男人的风格要向下 但穿鞋还得看场合 奉劝那些视察震灾的观影 视察水灾换雨鞋 视察地震换运度鞋 遇上死生灾害 方便脚底抹油保命 要不那就真的是 鞋没尽身脑子尽身 魔高一时道高一丈 近日江苏省的徐太太就通过 给小三充化肺的方式 揪出了丈夫掩盖已久的金屋家人 原来她发现 丈夫频繁与一个陌生号码联系 丈夫却声称是普通朋友 营业厅更是以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徐太的查探 徐太一气之下就给号码充了几乎量化肺 通过脚备单救出了小三的脑底儿 妄想着家里红西部岛外面菜脐飘飘的男人们 趁早收手吧 枕边躺着福尔摩斯还敢兴风作浪 就别拿自己那点扇转信改振动串通好友的小动作来丢人了 神通广大的脑部大人也是你能吼住的 快来看快来看 村干部KTV集体找小姐了 话说上海把关集体招调的团队作风 终于后继有人了 在江苏连云港 六名年过半百的村干部风流不前 在KTV内集体找抱抱 可能因为出射风月长 有劳伙伴激动难耐 以作死的节奏拍照流念 甚至还四处炫耀 被曝光后只会哭喊 实质性的步骤啥也没干呢 那么这包货还想要啥实质性服务 看你们不仅搂了还抱了 不仅抱了还拨了 梅卡尔度又一春的暗爽之后 还想怎样 人家可是在高档会 所以人类最原始的状态贴身肉搏 至于你们还是别做梦了 作为村官 那级别的享受 你们还不够格呢 没人坏傻了吧唧的拒绝和土豪做朋友 贵国人用买不经人死不休的架势 广招天下有灵 力压腹道喷油的中东 成为头牌土豪 好久大方的国人 全世界买珠宝买手袋 买化妆品买数码产品 回家后兴奋的打开一看 Made in China 但残酷的现实 还是挡不住被国货 虐酒成吉的小心肝 于是就有人不辞辛苦坐头等舱 从欧洲背回来一口电饭窝 可买了锅 你有人家的米吗 人间不拆 最后只能 商人求财无节操 未谋暴力 毁学生 近日 安徽厨州的数万中小学生 被狠狠地坑了一把 数万家长都收到了 教育局的短信通知 要求孩子看某频道的 安全教育宣传片 并写观后展 可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 安全教育宣传片被掉了包 变成了电视购物广告 只是要把小学生们都培养成 巧舌如簧的推销员吗 我还可以托词 你看托词 给我使用 我都不用说 你看 还有都是什么 教育局却宣称 毫不知情 全是电视频道动的手脚 这头梁换住的决策者 真是记忆高超 都敢钻教育局的漏洞 教育局也别说啥风凉话了 还是先检查检查 自家的后院 是不是万无一失吧 网络最乐点 轻松看新闻 我们明天见 男生寺的话 是否略 now 支对金 一般 将必要提供 相突救于心 超辨犯的 鼓 anunci